作为造就Remix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雨豪 是一名手工改娃爱好者 很多人可能会问 什么是改娃 顾名思义 娃其实就是玩偶娃娃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造 让它成为一个全新的形象 这个就是改娃 改娃其实作为一个兴趣 或作为一个行业 它其实很早就有 最早甚至要追溯到 芭比娃娃时期 那个时候的改娃 还不叫改娃 叫改妆 就是女性化妆的妆 比如说图上这个 其实就是以一个 经典的芭比的形象 改成了Frozen里面的 Elsa的形象 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 分享的改娃 更多的是盲盒改娃 盲盒大家可能 或多或少的都有接触 它其实近年来 越来越受到关注 和喜爱的一种 手办销售模式 它其实是把不同款式的玩偶 放在一个相同的盒子里面 因为你抽到哪一款 完全是随机的 所以叫盲盒 在市面上被绝大多数人 喜欢的款式 它会成为热款 反之 只会成为雷款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是之前 泡马特出的 摩尼款的 国际象棋系列 其中有一款 隐藏款是大热款 就是我右手边这个 它叫计时器 它曾经在二手市场的价格 最高被炒到过 两千块钱一个 但它的 平时的购入价 可能只有五十九块钱 雷款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同样是五十九块钱购入 但是在二手市场价格 可能不足二十块钱 我个人接触盲盒的时间 其实并不算长 我第一次抽盲盒 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抽了我人生中 第一个系列盲盒 它叫Molly Seal系列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看一下 哪些是热款 哪些是雷款 可以告诉大家 其中有一款是 我们叫雷款中的雷款 它叫白骨精 也就是这个形象 当时我的运气 非常的不好 我一连抽了三个白骨精 可以叫三打白骨精了 当时我的心情 可能跟大家抽到 雷款的心情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感觉非常的心塞 怎么办呢 我无意间看到了 有改娃这件事情 于是我开始去翻看 一些改娃的入门教程 我开始了 我第一次改娃 我把白骨精这个形象 改成了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同样 很耳熟能详的形象 杀身丸 左边这个就是白骨精 右边这个就是杀身丸 当时我把这个作品 PO在了一个改娃平台上 顿时其实就获得了 一个爆发式的关注 有的人可能会惊艳于 他的巧思 有的人会惊艳于他的创意 然后也有很多人会问 你这个娃是怎么改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个 很特别的环节 言无好的现场改娃教学时间 我一般不对外去跟别人说 这个改娃教程是什么样的 因为改娃具有多样性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 去改造它 我今天可能会以一个 比较简单的案例 就是前面那个杀身丸的案例 去给大家讲解一个 非常基础的改娃的一个流程 首先第一步 煮娃 真的是煮娃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再说 我当时水煮白骨精的视频 已经找不到了 这个是我水煮另外一款 盲盒的一个视频 但它们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第一步 先把它的胶水给化掉 这个时候可以方便 我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零部件 第二步就是补土 我们改娃通常会用AB补土 AB补土是两种土混合而成的 混合之后它会起反应 然后逐渐的硬化 在硬化过程中 大家可以想象成 你好像在捏橡皮泥 这个时候你可以对你的娃的零部件 进行一个塑形 下一步就是一个 很考验耐性的过程 需要打磨 打磨修正再打磨 直到你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 打磨完成之后 你需要对娃上一个底漆 底漆是帮助你可以方便地看到 整个娃的一个平整度光滑度 也为你接下来的上色做准备 上色大家可以简单地认为说 在一个立体的画布上 去做一个涂鸦 去做一个绘画 最后一步就是喷保护漆 当你喷完保护漆的时候 你这个娃其实已经完成了99%了 那还有一步是什么呢 拍照 你改了一个这么好的娃 你当然要拿去拍照 拿去炫耀一下 对吧 对 以上其实就是我第一次 改娃的一个经历 这个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很简单 也看起来有些粗糙 但它确确实实地 开启了我的改娃人生 我就变得有一点 一发不可收拾 我个人很喜欢去改一些 氛围感 场景感 非常强的一些娃 比如像这样的作品 我一开始其实只是 想给家里的多了花盆 加一点装饰 我就找了一些我改娃 剩下的零部件 对它表面进行了一些处理 让它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石像 而且长了青苔的一个石像 但后来在改的过程中 我觉得 这个改娃好像很有层次感 很有空间感 于是我想到一个形象 我把它改成了一个 纪念碑谷的一个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熟悉的 纪念碑谷里面的艾达 熟悉的花 熟悉的阶梯 还有一只跃入草地里面的鱼 其实这个其实有我对 模拟版本的纪念碑谷的一个想象 我认为它就是这样一个奇幻的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例子的灵感来源 是我今年看了一部电影 迪士尼的阿拉丁 当时我看完电影之后 我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让我的娃飞起来 我一开始用铁丝跟捕图 把娃的零件串联起来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草模的一个雏形 这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当时这个作品其实也收到了 非常良好的一个反馈 然后大家问的最多的是 我的天哪 你怎么想到了 我的天哪 你怎么飞起来的 这说明大家对你氛围感 场景感 更强的作品 它会感受到一个冲击力 除了氛围感跟场景感之外 我更喜欢去做一些 通过改娃 去展现我对世界的一个思考 比如这一个作品 我给它取名叫扭曲的计时器 计时器刚才我有科普过 当然我不是用计时器去改的 因为太贵了 我用一个别的款式的娃 去把它改成了一个扭曲的小人的形象 我想去传达什么呢 其实大家知道说 在画家达利的绘画世界里面 时间是可以被扭曲的 那么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人性也是容易被扭曲的 第二个作品的话 我改了一个 我取名叫 静忠的毕加索 这个故事其实是来源于 之前有一个娃友 他同样也是一个改娃者 他告诉我的 他曾经是一个美术生 但是饱受抑郁症困扰 但因为艺术 它逐渐走了出来 我听完之后 我很受触动 因为我会感受到说 今年是抑郁症这个词被提及评次 最高的一年 现在年轻人的压力 真的是非常大 大家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像面对这一面镜子 可能大家一面 要去强烟欢笑 一面又要去拥貌孤独 就像这个毕加索 他的下半身甚至 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因为他下半身是一匹马 但他同样需要很挣扎地去描绘它 完善它 让自己变得强大 这个作品 是我诸多作品里面 最为满意的之一 但是我后来把它转正给了那位娃友 我觉得说 我希望通过我的一点点巧思 一点点心意 能够鼓励到他 也鼓励到更多的人 看到这里 大家就觉得 我的天 改娃太难了吧 赶紧溜了溜了 不改了不改了 但其实我除了这些相对复杂的改娃 我也喜欢去做一些 简单的轻松愉快的改娃 你可以通过一些 你对生活的一些观察 用一些小的一些小创意 给这个娃做一些 简单的改色跟改型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随手改的一个 可达鸭 左手边这个是我改的 右手边这个是 网友看了我改了之后 受到启发模仿改的 我觉得改的也很有风格 我觉得看起来可能更加鬼畜了 然后另外这个 如果看过火影人 这个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是其中小组织里面的 与直播戴图 阿飞的一个形象 我改完之后 其实也仅仅是用了 一个简单的涂装 一个简单的小面具 作为点缀 右边这个也是 网上的网友改的 我觉得说 每次我看到他们去模仿我的作品 或者说 加入到改娃这个行列的时候 我感觉很欣慰很满足 我觉得哪怕是我一点点创意 启发到他们呢 让他们拥有 拥有一个新的网 他们的雷款变成了热款 他们很开心 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是一种满足 改娃这么久 我每天都会 从不同的渠道 收到几乎相同的问题 他们会问 你的网出售吗 你接商业订单吗 我在小红书的主页上 写过这样一句话 叫尊重满权 不接订单 这个我有必要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改娃的商业化和批量化 注意我说的是商业化和批量化 它其实属于在侵权边缘 不断试探的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 就像之前改的那个 茉莉版本的杀生丸 茉莉的版权 它是谁的 它是泡泡马特的 它是茉莉的创作者 Kaley老师的 那杀生丸 它的版权是谁的 它是犬爷叉的创作者 刀鞘刘梅老师的 如果你敢挖进行的商业化 批量化 其实对于两边而言 你都是属于侵权的 我个人有长达七年的 IP衍生品设计相关的工作经验 所以我对版权的意识 可能会比一般人稍稍敏感那么一些 所以我觉得说 也许有一天 我可能也会拥有自己的原创作品 拥有自己的原创IP 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 但绝对不是今天 绝对不是今天 靠在灰色地带游走 获得的 作为一个改挖者 我的初心 从来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所以我也呼吁更多的 想要进入改挖这个圈子 想要一起来玩这件事的朋友 不要忘了 你们推动你们 去改挖的 是你们对这份兴趣的一个热爱 而不是极其短暂的一个经济离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我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最近有一个 刚入坑的一个改挖的挖友 他跟我说 你帮我看看我改的挖怎么样 他每每给我发他的图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他 我觉得这个改得不错 我觉得这个好像改得比上次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品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一言难尽 然后很多网友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鼓励他 你跟他说真话不好吗 这完全是在毁挖 这不是改挖 然后我的回答是 这重要吗 他开心就好 在我的鼓励下 我现在觉得他可能越来越开心了 为什么 他开始用一些布景 他开始用一些 同样很一言难尽的滤镜文字 然后进行一些拍照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说我鼓励到他了 就已经够了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其实并不重要 刚才其实前面的分享者 分享了很多他们的兴趣 他们的癖好 我觉得癖好 其实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有的人可能喜欢养猫 有的人可能喜欢玩无人机 有的人可能跟我一样 疯狂的成名于玩具 疯狂的成名于敢玩 但是我觉得说 当你们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癖好的时候 你们珍惜他 乐在其中 享受他的过程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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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